我們講這個疫苗是不是已經講了七八八了 七八八的 我們是不是應該講一下我們今個星期的正式 我以為你講Cyberpunk 2077的遊戲 講Cyberpunk先吧 我都沒有認真看到遊戲玩什麼 我剛剛看了一下在Steam上面賣 90塊的奧幣 和Xbox 中國賣底 中國這隻遊戲才賣 298而已 賣390多的朋友 都是正規 不是正規的平台 好像賣的是PS平台 他看到昨天我們聊天說起 我們幾個人聊天說起 他就馬上賣掉 不是應該賣的 350塊70塊的奧幣 他是PS4還是PS5 PS4 不知道有沒有價差 什麼叫價差 會不會PS5貴一點 沒有 我們在澳洲全部是一樣的 但PS有隻碟 但問題現在PS5有嗎 PS5應該有吧 大制作肯定有的 有 全部有 是啊 PS5超價100元 PS5超價100元 我昨天看過 我就問你有沒有價差 有可能是不一樣的價錢 因為PS5理論上他做到的東西多一些 為什麼 PS5又是69.1 錯了 我昨天明明看是100元 現在69.1這麼便宜? 是啊 無可能 如果是這麼便宜 真的要做一個PS5那些 因為這個是 你買得到先 是 買不到現在 因為以前一般的說法就是 Xbox也好 PlayStation也好 它是那部東西便宜 但是那些遊戲貴嘛 但是電腦是應該調轉的 是那些遊戲應該要便宜的 所以我說我一轉用電腦打機 就是電腦的遊戲真的便宜在這裡 講一下撥價 但是這隻這麼紅的遊戲 它沒有打折就真的不值了 雖然如果我沒有理解錯這個遊戲 應該就跟那些GTA差不多 你有玩法的 一個人下來下來下來 不是 我聽那些朋友說 說這隻遊戲是聯網的 它可不可以聯網 不知道 它是一個聯網的遊戲來的 應該是offline 還有什麼創下最高紀錄的offline紀錄 是嗎? 但是我offline 不知道我在這裡玩 你先進Steam 你先進Steam 你玩這些遊戲 沒有offline的 哦哦哦 沒有online的multiplayer 那如果這樣買一部PS4的遊戲就看吧 哇這隻遊戲是超級大製作 十年一遇的遊戲 真的嗎? 說是這麼說 但是我看畫面好像一般 我看trailer 我看一般 但是為什麼我說 這個是未來中國呢 如果你看trailer裡面有很多中文字 它其實是暗示未來中國的樣子 應該在中國會被人禁 沒有現在可以賣 但是遲些 遲些可能又不可以玩了 玩到哪裡 怎麼發現了 阿屌又 又跟爺爺有關的那些 就之後才禁 如果你剛剛開始玩 很多玩家都是 如果跟爺爺有關 爺爺就不應該禁了 證明你爺爺玩到2077年 超過了你 在讚你 它說 哇 整個故事的背景就是 去到未來世界 世界的普通市民都是 生活非常的慘淡 除了你周圍都用高科技之外 是的 然後你的黑社會又用高科技 你的政府又用高科技 在那裏 oppress那些人民 是的 所以禁它都是正路的 如果有一天被人禁了 所以大家要買快一點買 是的 特別這麼便宜 真的這麼便宜 又一炒 未來就招來 就算你不買 360元 人比我們在澳洲 25元 澳市 是中國的遊戲 一向都便宜 還是這個特別便宜 我覺得是這個特別便宜 不是 它是分區的 聽說最便宜的 是俄羅斯 俄區的遊戲是特別便宜的 所以有些人 不知道怎麼弄 整個帳戶就是 永遠都是俄羅斯的 買遊戲 永遠打開 我是說它是什麼 就是俄羅斯 它是直接用那個 叫做什麼 它是買碟的 其實你老母 我是覺得 你什麼數碼版 你什麼又買這麼貴 你買碟版又買這麼貴 我碟版玩完之後 我起碼可以拿出去賣 你數碼版我都不能拿出去賣 是啊 這個就是 還有還有 就是你站在買賣的角度 但是很多人喜歡收藏 這些俄羅斯 是啊 我就是啊 我喜歡買碟 所以 你給我如果是這樣 我也寧願買碟 假如你老母 如果是PS4想買的話 100元 嗯 但是PS5又不一樣 有些版PS5 臭樣子 又貴一些 有多貴一些 像是賤的 我寧願在JB Hi-Fi買 就算是數 JB Hi-Fi買 99元 都應該被一群頭 都買了 是啊 你去Steam買就不用怕被人買了 你去Harvey Norman買 80元 78元 這個價格就正常了 你說是PC還是PS4 你看有沒有PC版 肯定有PC版 不是有沒有便宜啊 真的已經被人賣掉了 Harvey Norman 78元他們已經賣掉了 是啊 大家打算聖誕節就打遊戲吧 打遊戲就算了 然後我看看JB Hi-Fi買了沒有 JB Hi-Fi沒買了 還是available的 他可能假裝是available的 沒有 澳洲 澳洲你們沒有那個聖誕節的旅遊 怎麼沒有被人預訂了嗎 可能有啊 我都沒有看過 哇 你們老美 我想出去玩 很多地方買不到 都沒有位的 是 報復性消費 你想去旅遊 預訂酒店沒有位 還是什麼沒有位 就是酒店沒有了位 唉 酒店沒有位 你就整部那些 CAMPER WAN 是啊 順便車震 WAN震 我看到了 PC的話 Harvey Norman 78元 還有CD Keys的話 就是73.99元 就是74元 那也好啊 Gansman Gansman就是賣100元 JB Hi-Fi 89元 CD Keys是什麼 CD Keys 就是給你一個號碼 給你網上下賣 哦 74元 是啊 叫你快點買吧 如果你要買的話 買完再看好不好玩 還20% off 我等你Steam便宜一點 Steam 你不用想的啦 你是不是又是排名 你如果真的想玩的話 快點玩吧 買吧 我又不急的 BW 79元 Kogan 76元 PS4 我想 因為它這個遊戲是早兩天才推出的 我不知道早兩天是不是美國時間 所以我想看看 那些口碑是怎樣的 那些人應該剛剛開始玩 應該很快就會有些review 開始在YouTube上面就會說 Xbox 76元 也是76元 最便宜啦 特別它賣這麼貴 如果不要玩的話 那些人應該是扭到它 扭到它也不行的 它又是那些開放世界的遊戲 那就是GTA那些 給我感覺 就是那個叫什麼 那些鏡子叫Mahayman 拿回來一直都沒有玩過 荒野大嫖客 哦 大表哥啊 他叫 他叫做大表哥 DAR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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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叫DAR表哥 他英文叫什麼 叫RAP MAHAYA RAP MAHAYA 那個是對畫面要求最高的遊戲 如果你 有些足夠厲害的硬件 就可以跑到 測試一下你的硬件 是否厲害 大表哥 是啊 但是那個是PS4平台上 就看不出了 你看不出那些漂亮的畫面 它有ray tracing 有這些 各種說的東西 你看看吧 我們觀察了兩個星期之後 看看2077 共產黨2077就不值得買了 不過他寫中文 他沒理由不是中國 那個招牌 中文可能是香港、台灣而已 2月4月都沒有 我們這樣說政治不正確 他都算是中國的 當時已經回歸了 當時已經回歸了 台灣已經回到我祖國的懷抱了 回到祖國的媽媽都懷抱了 雖然不知道媽媽年紀小的那個女兒 一會兒 那我們不如說一下這個遊戲 你有沒有看過任何的資料 那些東西 沒有啊 你想想你發照片 那條黑人 說到後面越黑人 你那個黑人 是啊 我熬了3、4分鐘 實在熬不住了 他最後才是重點 最後說什麼 我都忘了 我看看中國怎麼說 中國怎麼這麼便宜 中國300元可以賣到 是啊 所以不是說 298元 298元 這麼便宜 所以 至於祖國很多人都買了黑了 又不是很貴 所以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轉我們的區 Steam的區去祖國區 轉去祖國區 祖國區好我怕是買不到的 但是祖國區買回來 怕會不會被人煙割了 應該同一個遊戲 因為我猜中國 大家都是玩這些手遊 不習慣一下 給那麼多錢 賣得貴可能賣不出去 所以要迫著賣便宜一些 要考慮國情 還有你中國收入是低於澳洲的 沒得說 你不賣便宜一些 給人買 他雖然收入低一些 但是他老母就是 他的東西又不會比澳洲便宜 雖然很多時候 待會你媽媽我們可以說一下 你有沒有 機器人 數字機器人 如果你在Steam那裡買 就是轉了地區 買了遊戲 然後轉回來 那會怎麼樣 他不讓你玩 喂 怎麼會不讓你玩 他只是固定一個收費區 不是 那我已經給錢買了遊戲 是啊 比如說 這遊戲是俄羅斯買最便宜 我轉了俄羅斯買完 然後回到澳洲 那隻遊戲是美國最便宜 我轉到美國 又買完又回到澳洲 行不行 不是 你在俄羅斯買的話 可能就是俄文 但是中文是中文 你看清楚右邊那裡有寫著的 你要寫明這個遊戲包含什麼語言 是啊 可以選這個語言 我之前才買了一隻 叫什麼三角 什麼Total War 當然就是英文 不喜歡 又轉回中文 我打機全部都玩中文 不玩英文 那些翻譯很棒 尤其是GTA 如果你在這裡買的那些遊戲 無論是PlayStation Xbox 一隻碟拿回去裝 是可以選中文的嗎 有些遊戲是可以的 Red Dead Redemption是有中文的 你把系統調成中文之後 無論在哪裡 新西蘭、澳洲買都不要緊的 不是 但是要查清楚 有些遊戲沒有的 因為PlayStation是之前 因為它說 Sony Asia給了很多錢做Marketing 所以它就規定 中文版就是要亞洲獨佔 亞洲是同一個版的 比如說香港、新加坡、台灣 它是同一個版本的 那張碟上面是有中文的 美國那邊它就不給了 一開始有的 一開始全部都通的 他發現我扔了這麼多錢 因為它說漢化是Sony Asia給磅水 所以它就說 我磅水有什麼理由給你美版有中文 那就做了中文獨佔 但是它說這些遊戲是全世界 Steam上的遊戲應該全部是同一個版本的 就是不要說有分美版、歐版、亞版的 我記得沒錯 甚至就是我講的那些在俄羅斯結算 就是你給錢的瞬間 比如說你放了一個購物車 準備給錢 你只要是俄羅斯 那它就收俄羅斯價 然後你給了錢之後 你的帳戶 它檢測你的IP是澳洲的 那你以後買的還是在澳洲的 但是你的遊戲已經屬於你 那全世界都到處去 看哪裡便宜到哪裡買 是可以這樣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用VPN 啊 一定要用VPN嗎 不要隨便改 不就是用VPN 那麻煩一點 還有除了俄羅斯之外 其它差不多 比如說我轉到不知道哪個國家 那個國家便宜一點 你把卡你用外戶的時候 是有2%的手錄費的 你們有沒有 那我就不知道 沒有試過 我經常在海外購物 所以我知道2%的手錄費 那你不是像俄羅斯這樣便宜 那麼多 一般都不會有人轉過去 嗯 要收錄 要收錄 哈哈 不是 一底啊 我不知道 薪薪南幣啊 但是現在的澳幣升得很厲害 是啊 我剛剛才查完 澳市現在的人民幣是4.93元 我懷疑澳洲 雖然表面上在那裡 被人欺壓 不斷加上你的鐵礦石 鐵礦石升到媽媽不行 這個就是為什麼澳幣升的原因 那些人要買澳幣來買鐵礦石 現在在爽快 澳洲 我最近看幾天新聞都是在說 澳洲的鐵礦石 不停地拆新它的價格 什麼8年以來的新高 我看這個新聞說 是啊 是需求很大 那它又不是針對中國 加中國價的 它是對全世界都加價的 不過主要是 中國是最大的 最大的賣家在中國 最大的賣家 是啊 而且它這個價錢 不是澳洲賣貴了 而是全球的 就是這個等級鐵礦石的價格 就是升了 所以現在澳洲澳元很厲害 應該還可以繼續升 好事啊 因為現在是聖誕節 澳洲人都要買一些外國貨 是啊 你可以便宜一些 是啊 但蘋果又沒有變得便宜 蘋果仍然有屠哪些 還欸 蘋果仍然在說 蘋果仍然被固定了 蘋果仍然被اث掉